我先稍微再 好啦 我知道 稍微再急一點點 稍微就好了 一群人蹲在路邊換輪胎 但這個拿板手的 好像有點眼熟 那個我可以嗎 沒關係 哇 他欠我一輩子 原來是JR紀妍凱 剛拍完廣告累了一天 準備回家大快躲移 卻遇上經紀人 車子抱胎動彈不得 貼心的他立刻下車 在路邊換起輪胎 我覺得我的輪胎怪怪的 我說婷婷 我下去看 一看前面輪已經扁了 什麼怪怪的 已經根本就抱胎了 然後所以就很尷尬 但因為當下就趕快 先打給保險的業務 希望說可以找那個 拖吊車來 但我覺得不行 第一次自己修車 JR抓不到訣竅 花了快兩個小時摸索 找了一堆臨時工具 才順利完成 雖然搞得滿頭大汗 但靠自己的力量 把車修好 JR超得意 我覺得修完就是 滿有成就感的 但是也有點意外 就沒想到自己 可以把這件事情完成 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還覺得這些黑手真的是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以後修車師傅遇到他 我都會欺負 堂堂大明星蹲在路邊當起黑手 吸引不少民眾圍觀拍照 讓一身髒兮兮的JR好尷尬 當下真的就經紀公司會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拍誰這樣子 然後我通常說不好意思 我都會說那我可以跟你握手 但後來發現算了 因為真的很髒很髒 然後整個手都黑了 藝人其實我們從小都被保護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當下可能大家會很緊張這樣 但我是自己滿熱愛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體驗看看 JR近來忙於拍戲 這次不過偶像包袱 親自幫經紀人修車 超MAN的行徑 讓粉絲大讚 親民又貼心 記者武器兵陳怡寧 台北報導 好 好